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集和大家介紹波爾多的女王 Chateau Magu 講起 Magu, 其實在九龍香格里拉酒店裡 曾經有過一間法國餐廳叫 Magu 當年堪稱有住全香港最齊的Chateau Magu 連超級經典的1900都有 可惜這間餐廳最後在2005結業 在他們的告別晚宴, 還開了1982 Magu 在內的幾支經典東西 可惜當年我更小, 不過想都想到 那晚一定很好玩 一定很好玩 講完廢話入正題了 我擔心有人會混淆酒莊Chateau Magu 和她坐落的村 Magu 所以用多一點時間講講波爾多的地理位置 波爾多左岸的Maddo 是有四大酒村 由上而下分別是 Santa Step, Poyat, San Suu Lian 和 Magu 絕大部份的列級酒莊 都是在裡面 在講第二門圖那條片 都有跟大家提及過 在那四大村裡面 以Magu這條村的風格是最優雅 因為它在Gihondi河的上游位置 比較大粒的石頭會停留在那裡 再加上這條村的黏土含量是最少 這麼頻織的土壤反而令到這裡很適合種椅子 所以六十一間列級酒莊裡面 就有整二十一間是在Magu村 當然當中最厲害的 就當然是同一個村同名的Chateau Magu 在波爾多來說 它的佔地都算厲害 有整二百六十五公頃 裡面有三分之一是用來種椅子 當中有八十七公頃是用來種紅椅子 另外那十二公頃是種白椅子 用來做他們的白酒 白亭 Chateau Magu 是在Magu村裡面 少數用這麼高比例的Calvin Le Sauvignon 去到75% Merlo就有20% 在第二門圖Chateau Palmer 條片有提及過 這麼高比例的Caps 很多時候會令到酒很大隻 風格會傾向男性化 但全村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今天的主角 這支酒最大的特色是 它有著超強擴散性的香氣 花香勁得像你走過新開張的店 酒精在體溫的加持下 濃郁的果味還可以一層一層地變化 酒體這麼強勁偏偏又好純好滑 酒瓶加直接形容它是 私勇拳套裡面的鐵拳 如果之前介紹 紅運澎湃的Latou是酒王 Chateau Magu就是酒後 由信妖艷 但又平易近日 如果說粉絲的話 Magu可以說是男女通殺 不過買她的酒要留意 在1960至1970年代 因為當時的經濟太差 這些作為奢侈品的東西 就當然是制銷了 所以擁有者 連投資設備的錢都給不起 最後被迫賣盤 所以在那段時間 她是經歷了一段低潮期 是去到1977年 現任莊主的爸爸Andra 收購了這個酒莊 從此Margu就重新起飛了 說開就不如繼續說完她的歷史吧 現在大家認知的評級 都是1855年的拿破崙三世定落 但其實在這之前 就已經有人幫波爾多酒做排名 當然這個不是路邊撿的酒鬼去排 做排名的人 就是美國第三代總統 Thomas Jefferson 他當年做總統之前 有一段時間是擔任美國駐法大使 當年他在法國那裏 是叫天才酒平達的 他就說過 不可能有比Chartou Margu更好的波爾多酒 可想而知 在排名裏 Chartou Margu就當然是排第一 不過早在他排名之前 Chartou Margu就已經在波爾多裏 率先跑了出來 他分別是第一間出現在倫敦拍賣會 和街市得拍賣會的波爾多酒莊 不過名氣這麼強 就為他們帶來還禍 在Thomas Jefferson 做了一個評級之後 法國就爆發了大革命 當時的酒莊莊主 艾利巴瑞 更加被雅各賓黨送了上斷頭台 然後整個酒莊收歸國有 被革命黨拆開一件一件拍賣 不過幸運的是 有位很有心的女士 諾爾菲梅爾 將他們逐點逐點買回來 再組合整個酒莊 我們今天才有Chartou Margu喝 心存感激的當然不是只有我們 拿破崙都是他的粉絲之一 話說當年拿破崙初出茅廬的時候 試過被仇家追殺 他就找朋友借了一個地方給他躲 那裡就是Chartou Margu 穿草山寶 有沒有帶齊 梅香證 四機卡 哦 飛卡都有 在這裡 在這裡 不住有志可 一住就愛上別人的酒 在後來他四處打仗的時候 人家三軍味道 良草先喝 他就Margu先喝 每次出征 都拿幾百桶Margu一起 甚至後來他打敗仗 被人流放 都要挨抗手他的士兵 去拿Margu過來 同樣是他粉絲的還有一大抽政界名人 例如是美國第37屆總統尼克遜 鐵娘子戴卓爾夫人 還有英國第一任首相Robert Walpole 在我的影片中 已經出現第二次了 最上一條片 是說他喜歡喝Lafit 不過我猜他應該都喜歡喝Lafit 多一點 因為Margu的官網上面 說明這個手相幾乎每次都不付錢 千萬不要我帶魚煙 他賣是不賣新的 玩完他不付錢 這樣就不算壞 哈哈哈哈 甚至在2001年 時任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到訪法國波爾多的時候 負責接代的就是Margu酒莊 所以我覺得 就算沒有155那份評估 Chartou Margu 都會是波爾多的頂級酒莊 最後說到他的庫牌酒 洪廷 第一次出現的年份是1896年 話說那個年代 歐洲的葡萄園 被一隻外來的昆蟲入侵 他的名字叫做葡萄根紐牙蟲 Philosera 害到歐洲有七成以上的葡萄樹 都死在他手上 那時候的科技又沒那麼發達 簡直有些莊主 以為自己的田中了作咒 走去對著葡萄樹唱聖士驅魔 哈哈 關於Philosera 就留回之後出條片再講 Margu在這件事之後回復當時 1896年第一次迎來大豐收 但因為當時的松害 很多樹都被人連根拔起 樹根本未夠老去做正牌酒 所以當時就單身了第一年副牌酒 洪廷 Tavion de Margu 之後雖然斷斷續續停售 不過就算酒莊轉我幾次手都好 名字仍然沒有變過 洪廷我暫時都沒試過 不過參考過很多酒瓶家 都說她的風格跟正裝好似 一樣是這麼爆花香 而且比正裝更加平易近人 當然她的價錢都是不負所望這麼貴 但是如果想嘗試Chateau Margu的風格 由富派酒造入手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今天的介紹來到這裡 如果有其他組裝想我介紹劇 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不錯 就給個Like 和分享給你的酒友一起看 下次見